《遠景基金會新美國安全中心及日本國際問題研究》 共同舉辦的《2021台美日三邊印太安全對話》 在12月14日登場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出席開幕典禮 安培俊三透過閱錄影片發表專題演講 安培俊三在演講開場時首先提到 尊敬的中華民國故總統李登輝 在1996年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位直選總統 台灣民主自此扎根 今年正值台灣總統直選25週年 他樂見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實體 參加全球民主峰會 這是及時也是台灣應得的 安培說 正如拜登總統所言 民主並非偶然 更有賴我們盡力捍衛、奮戰與強化 很少有國家比台灣更了解這一點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台灣、美國和日本 擁有共同的重要議程 就是永遠不要失去我們對自由、人權、法律的信仰 安培強調 台灣必須是民主中的領導者 台灣必須崛起 因為台灣值得 安培說 他在全球民主社群中一再強調 當香港民主陷落 台灣崛起的重要性更為關鍵 安培認為 強化下世代民主有三項重要課題 第一 台、美、日 有一個重要的共同信念 就是堅信自由、人權、法治及民主 在香港民主暗淡的此刻 台灣奮起 對全球民主的信心更加重要 第二 不對民主失去信念 民主雖然混亂 免時也傷身 但民主永保年輕 可以太舊換身 其力量是由內而發 並非由外部或至上而下的施壓 使民主得以長期強勁 第三 當台灣及其民主遭受威脅 對日本尤其是極大挑戰 最後安培說 美國、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國家 應全力協助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並以世界衛生組織為首要工作 更強勁、更傲人的台灣 將更能有力守護我們的共同價值 這符合日本、美國及全世界的最佳利益